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讲一下 另外一个插件也是插件之后的介绍 那么后的这个插件呢 我们下面呢一边先介绍一下 我们下轮课的时候呢再详细的讲怎么安装 怎么用这个后的插件我们必须得要搞得很熟 那么后的插件介绍 并且呢后面呢咱们再会详细的讲一下 这个插件怎么安装然后怎么使用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讲义 那么这个后的插件呢 它是对ES进行各种操作的一个可视化的客户端 工具 一个可视化的客户端工具 可以呢 很直观的去操作咱们的ES机群 那么这个安装完毕之后 咱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什么效果呢 首先呢我们呢去连接我们这个后的插件 那么然后呢在这个文本输入宽中 我们要录入的是这个赫的插件的 这个赫的插件呢它的一个URL 就连接 那么这边显示呢是这个赫的插件 这个整个ES机群呢它的一个健康状况 那么是绿颜色呢是最健康的 这就是所谓的主分片和副分片都可用 如果是黄颜色的呢 这就是主分片都可用 但是不是所谓的副分片都可用 副本的副啊 红颜色的话呢应该指的是 不是所谓的主分片和副分片都可用 所谓的红颜色的话 证明我这个机群呢就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列的它显示的是 列的它显示的是我这个机群中有哪些收影库 收影库的名称 那么呢这一行一行的话 其实表示的是我这个机群中有哪些收影服务器 收影服务器一收影服务器二 其中标识为新的呢是 是我们的这个收影服务器里面的 这么一个夜市的一个主进床 那么一般的话呢 它会显示一个小原理啊 那么这里显示的是 我们呢把这个收影库 划分成黄颜的划分成五个分片 那么其中的每个分片呢 我们可以呢在创建收影库的时候 可以指定副本数 如果是这个机群里面 只有一个收影服务器的话呢 黄颜就只有一份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手动去进行一个指定 那么后面还有indc 是能够看一下这个 收影服务器里面有哪些收影库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 实行一个结构化的去查询 还呢可以呢 进入一些搜索的一些指令 那么这个也是 赫得插进的一些具体的用法 咱们下谈课 在详细的进行一个简术 那么目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好 哦 好